现在三级警戒让高度与人接触的服务业几乎停摆 尤其向防众业停止代看 五大防众全台门市交易在五月的下半月业绩雪崩 有的代看量剩不到两成 防众工会全联会理事长张世芳就呼吁政府 要把防众业纳入纾困方案 电头空荡荡 疫情冲击到七千家防众 让近十万从业人员无法代看影响成交 成为这次疫情的十大重创产业之一 人体几乎不交易 很多防众门市都仅仅由一位值班经纪人员助理 低度人力营运 甚至收编人力暂时卸业利益 没有业绩等于零收入 加上人士支出高 对经营得的压力更加沉重 即使防众当起直播主提供线上赏屋 还是无法完全取代实体看屋体验 最终交易签约也受限 就怕防众的导电潮再度重演 防众工会群联会理事长张世芳 呼吁政府要把不动产经纪业 列入纾困4.0 在时间顶 将不动产经纪业引引纳入纾困方案 包括企业营运辅助 联工兴资补助 税务减免 一页涉水电等 一共纾困融资 拜访客户买卖方交涉到签约交屋 张世芳点出 防众的服务性质属于染疫高风险族群 希望政府能优先列为疫苗的施打对象 让防众产业从业绩冰冻起 尽早复苏 记者高清吴国豪台北采访报道